要用非和平方式處理台灣議題 其實這個成本代價是高的 對各各方 任何一方都是 那因此呢 只要這個情勢還是在管控之內 那美國這邊也表現出 在這個議題上他願意 願意退 這個時候北京一定不斷的 不只是對台灣施壓 他會對美國施壓 對不對 美國也在 美國也在試探 蘇利文跑去跟王毅在曼谷見面的時候 就派一個美國的軍艦 那個叫John Fink 1月24號穿越台灣海峽 派一個美國高官來 然後就讓AID的主席 羅森伯格在記者會議裡面講 2758號沒有決定台灣的地位 美國也在試探 你覺得北京看 換你這兩次 你根本不是來管控 你是來刺激的 你是來保 向 你不是來向北京保證 你是向臺北保證 那這樣子的話 他一定會有些回應 我覺得美國到目前為止 他反而是向臺北保證 向賴清德保證 我會來維持這邊的穩定 那甚至都講到2758號 這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雖然王毅是駁回去了 面對國大 這個聯合國大會主席的時候 可是沒有什麼太大的 就是美國沒有收到這個訊息 也許他就把這事情放下來 這個很嚴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